全油管最快新闻 尼泊尔新总理大逆转 推翻TikTok禁令向中国示好 尼泊尔政府去年颁布对TikTok的禁令 以扰乱社会和谐的仇恨言论为由 然而新任总理推翻了这一禁令 并要求TikTok遵守某些规则 这一举动表明 尼泊尔新总理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地缘政治争执中倾向于中国一方 这则新闻凸显了尼泊尔新总理对中国的亲和力 这将对两国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也反映出尼泊尔政府对社会媒体监管的态度 这一事件值得关注 需要进一步观察其发展方向 订阅新闻急速地最先知晓天下事